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國家隊奧運建議 在今日至31號訪港 三場表演共5300張門票 火速搶購一空 今啟巴林奧運會 國家隊和港隊都得到驕人的成績 聖道申訴王訪問了市民 很多人都說 當奧運場上升起國旗、驅旗 奏起國歌的一刻 都感到好感動和好振奮 我覺得回國旗升起 在游泳歐洲國家 比較有優勢 身材上有優勢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 都可以在他們裏面 拿到一塊牌 都是很自豪的事情 上一屆我找張阿朗 拿了冠軍 所以可以對香港 這個運動 越來越有信心 第一就是支持江文慧 和張阿朗 其實最深刻的是 他們在逆境下 我見他們一盆一盆追回來 或者一分一分追回來 這個就完美演繹了 我們香港精神的特質 他們拿到冠軍 我也很開心 當奏唱國歌 也見到國旗、驅旗升起的時候 我是很自豪的 還有一些哭出來的感覺 學習他們的逆境自強 和為國家爭光的精神 我很支持全紅線 他十四歲 可以入到國家隊 我很感激他 我很開心 因為可以為國爭光 不少小民 對今屆巴黎奧運會 國家隊和港隊運動員 奮戰力爭 獎牌的場面 仍然歷歷在目 聖杜山淑王 訪問了曾經代表香港出戰 2000年認識來奧運 游泳項目的方力申 雖然當年他和獎牌無緣 但是轉跑道 投身演藝行業之後 都有機會參與採訪奧運 見證到港隊獲金牌 升區旗 就國歌的一刻 當然是很難得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來說 是很激動 作為運動員來說 也是很激動 因為我也是見證著 何思培 東京奧運的兩個銀牌 以及今次的兩個銅牌 從來在奧運上拿獎牌 對一個游泳運動員來說 其實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當何思培真的做到的時候 他不單止是完成了我的夢 他是給了一個希望 給現在正在練水的小朋友 年輕人 香港的體育發展 無論游泳也好 各個運動也好 總會也好 都應該要一起努力 如何可以優化制度 培育 資源方面 可以有更多運動員 可以為港爭光 希望小方繼續栽培小飛魚 為香港爭取好成績 有學者立法會議員都認為 運動都可以提升市民的身分認同感 期望政府投放更多資源 培育更多體壇新力軍 繼續為港爭光 今次巴黎奧運 港隊成績兩金兩銅 當然市民相對脊弱 以及很開心地支持 帶到整個社會都很有動感 很支持奧運 這感覺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價值 其實是能夠凝聚民族性 整個團隊國家 或者國家的演實力象徵 體育運動最特別的地方 可以觸動人心 有時反思 我是中國人 我的身分認同 這些運動員 他們所付出的汗水 其實我們市民 都是代表我們共同生活的地方 盼望政府能夠明白 或者體現到體育運動 對我們港隊的表現 以至國家隊 甚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其實都有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又聽聽議員的意見 整個賽事 我們都見證著 不論是國家隊 或者港隊運動員的努力 我們都可能見證著 我們的運動員的成長 這次巴黎奧運會 對我們國民的身分 是一個認同 得到獎牌與否 都是令人振奮令人開心 亦都可以令到全香港的市民 都可以凝聚一齊出來 去關注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 整個香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我都真的很鼓勵 特區政府舉辦多些 國際賽事在香港 希望多些中國國家隊的建議 希望多些中國香港代表隊經濟 我們自己人在這裏參加比賽 在自己人去這裏表演 嘩 我都覺得很威水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大家的身分認同 對於國家的認同 和對自己民族的自豪感 是會大大提升 不同層面的市民 都高度評價 今次國家隊和港隊巴黎奧運的成績 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到 這一份喜悅和自豪 你新數我跟進 找9199 9933 星島新數王 隨時後命 ureヽ ノ Eli